好事实上总统府在31号深夜呢 是以一纸新闻稿宣布内阁人士改组 甚至是以党政高层署名 引发外界想象的空间 那么民进党批评说 马智震总是习惯夜袭 回顾近期包括像是美牛 灵异事案 刘亦如人事等等 就有四次都选择在深夜 以新闻稿宣布重大新闻 探看一张张新闻稿 1月31号将一化毛治国组阁 是国家何等大事 消息居然在深夜11点25分上线 再回顾去年3月5号 开放美牛有条件进口 5月10号辅方证实刘亦如请辞 还有6月28号 总统府要求林玉士对外说明案情 通通在半夜突袭 也难怪被绿营解读 国际接轨临时差 总统府屡次在半夜突袭的方式 要予以谴责 在一档见缝插针 不只挑动马金关系 连总统府新闻稿也罕见的通篇 都是党政高层表示 仿佛媒体的放话新闻报导 陈冲下台记走到这一幕 党政高层的演技是在粗糙 这位党政高层是不是应该出来面对社会大众 马英九先生紧急的跟远在美国的金总统联络 等到美国天亮了之后呢 金总统拍板定案 国家大事让全民有偷偷摸摸的想象 或许被看见的是党政高层的慌乱手脚 专门新闻政府报道